打开情感束缚直面真是自我 大家好我是文哲 欢迎收看本期的文哲谈情 世界上痴情的男人和女人啊有很多 若是他们一直见不到自己心爱的人 他们的心中啊势必会心生想念 女人想男人的时候 或许还会直接的告诉男人我想你了 但是啊男人就不一样了 男人往往会为了自己那所谓的尊严和面子 把对女人的爱慕之心与思念之情藏于心底 而男人的这种口是心非就很容易与女人擦肩而过 听到这里各位男性朋友们都应该好好地反思一下自己 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自己一直是单身的 其实啊男人在想女人的时候 只要在微信上给女人发以下这三句话 那么女人往往就会主动来找男人 第一你哪天有空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给你说 到实话我过去找你 男人在约女人出来的时候 询问女人是否有空 是对女人的礼貌与尊重 而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给你说 则可勾起女人的好奇心 让女人浮相连篇 女人在看到男人所发的这句话之后 首先会思考自己什么时候有时间 然后再揣测男人到底要告诉自己什么事情 至于我过去找你这件事 女人通常都是会选择拒绝的 毕竟啊孤男寡女的在一起 被熟人看到就很容易引起一些误会 所以啊女人若是看到 男人在微信上给自己发了这句话 一般会选择主动去找男人 第二我生病了 可是家里又没有药实在是太烦人了 在大多数的女人的眼里啊 男人都是刚毅的 即使是男人生病了 男人也不会选择抱怨 而是会选择自己扛过去 当女人收到这样的信息之后啊 女人往往会发自内心的心疼男人 在这个时候女人很有可能会不顾一切 直接拿药奔赴到男人的家里 第三我在商场发现了件衣服很适合你 等你有空就来试试吧 每个女人都对衣服的诱惑难以阻挡 所以啊当女人在微信上看到 男人发的这句话之后啊 内心势必非常的开心 想要马不停蹄的奔赴男人的身边 而且啊 女人也懂得男人说这句话的眼下之意 这样一来 男人不仅能够实现想见女人的愿望 更是能让女人看到自己的心意 男人想女人并不是可耻的事情 男人对女人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也并不是可耻的事情 只有成功的把女人追到手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本期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 若是您在情感方面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可以给我发私信在吗